在日本的都市传说里 曾经有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古老村庄 然而在村庄的入口处 挂着好多个告示牌上面都写着 前方区域并不适用日本的宪法 如此总动的标语 不禁令人感到好奇 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甚至还有传言说 只要走了进去 就没有办法活着出来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中的小楠 今天就来和大家介绍一个 消失在地图上的土壮,全民村 根据历史的记载 在日本福岗县的山谷中 从17世纪时 这里曾经存在一个名为全民村的村庄 在过去新的全民隧道开通前的 旧山路路段中 有一个在1949年开通约150米的旧隧道 原名为全民隧道 自1975年新全民隧道启用后 部分的政府文献上也会称之为旧全民隧道 然而旧隧道停止使用后 由于欠缺管理维护 又成为非法倾倒被弃物 甚至是暴走足集会的场地 在这之后 政府在2012年正式封闭了旧的全民隧道 同时之前使用的山路路段也一起被封闭了起来 目前九三丁方向由九三丁公所和破屋警察所设立了这么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 监视系统使用中 非相关人等不得进入 不过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有落实 一旦发现有人进入隧道 目击者便可以通报警察 另一侧 是由公落市政府和公落警察署写着 前方禁止车辆通行 同时在福岗宣定管理署也有这样的告示 前面是国有地不得乱丢垃圾 在1988年一位在田川市上班的20岁作业员 在自己工作的地点开车返家的路上 遭到五位不良少年残上 并且尝试强行借用车辆 最后这五名少年还将他捆绑在旧全民隧道里面 脚香汽油放火活活消失 然而这位年纪只有16岁至19岁之间的少年 三天后便被逮捕了 最终被判决无期徒刑 自从那次的事件后 隧道便开始流传许多诡异的传说 有人说在夜晚里全民隧道会传来不知名的哀嚎声 这些怪异的现象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很多年前在隧道旁有个村庄叫做全民村 当时大约有百人以上住在这里 村民们一直以来都生活得很安宁 有一天政府因为九州到福岡市供水的原因 要在此处新建水坝 所以日本政府决定要全民村的人全部迁移 虽然村民们已经搬迁了这里 但是那些已故的村民屋地却没有离开这里 于是当水坝完工后 王者的屋地就此涌沉水底 然而这可能就是许多全民隧道传说的开始 在那之后 每当到了夜晚 住在隧道附近的居民 常常会听见诡异的声音从隧道里传来 根据了解早期水坝的工作人员 会在森林时听到 浮面传来许多人的叫声 当跑出去查看时 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 也有些传言是当工作人员在夜间 听到人的叫声后 会立即出外悬事 然而恐怖的是 这么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了 听说是掉到水里去了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遗体 而且巡视的人员又是如何掉到水里去的呢 到了至今依然没人知道 也有人在晚间经过水坝上时 看到水底有几个明亮的物体在水中发光 刚开始大家都认为那只是一个传说 可是到了后来发现了更怪的事件 诡异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无缘无故在此跳水之境 就这样慢慢影响到了旁边的全民隧道 与此同时隧道也常常发生死亡车祸 不知多少人民在这隧道中被夺去 最后日本政府就归咎于隧道路面狭小 而将隧道废弃了 曾经一名探员秦明从远处来到日本九州 想要亲身一探全民隧道当中的可怕经历 以及不可解的照片 当天因为目的地位于九州 所以秦明和他的团队 在计划好到达目的地的日期后 便提前出发了 于是一车五人就前往九州 促使大家有说有笑 还在讨论前几次的活动 大家可是聊得开心了 过了不久 大家终于到了旧隧道口 一下子竟然觉得此处真的很冷 也看到隧道口有许多涂鸦 看来来此处探紧的人真的不少 一行五人一下子就开始探查 也顺道想先知道要怎么进入隧道 好方便晚上探紧时能顺利进行 此时其中一名探员就说 那怎么有黑猫啊 大家看了看 果然真有黑猫 后来那只黑猫叫了一声 就一溜烟的往山中跑去了 就当大家要准备到另一边 看隧道是否可以进入时 有个人大叫了一声 其他人全都冲上前了解情况 疑问之下 那人说他在隧道口上方的墙壁 看到有张人脸 感觉上那张脸好像会动的一样 于是其他人就说 那是下雨的水痕造成的 别想太多 不过当天大家的运气并不算好 到达隧道的时候竟然在下雨 可想而知还没进去就天不作美 而且是在白天啊 这倒是头一早 那到了晚上这不就真的成了鬼村吗 事后大家又出来了 并在全民水坝跟桥周边巡视顺道看看湖底 因为有传说当你试图看着湖底时 可以看到湖底被淹没的村落 但也会看到人 然而大家却什么都没看到 这时候有人突出一句话 哇 这里跳下去这么高 一定死得很爽 此时大家心中一股恐惧感涌上 之后便没有出现了 不久在另一段的隧道口也被大家发现了 因此大致上确定好晚上的路径后 大家就先回到有商店的地方休息一下 等待晚上的到来 在吃饭时刚在水坝那说出 跳下去会死得很爽的那个人 脸色不太好看 直说刚才我是不是说话了 这时秦宁跟其他人都马上点头默认 并且说在那种地方最好不要乱说话 时间来到晚上7点山区下着毛毛细雨 而且又起雾 让全民隧道的空气 弥漫着一股冰森诡异的氛围 一下车每个人都起鸡皮疙瘩并瘫的口气 因为这里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空气也像是降到了冰点 此刻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紧张 没人说得出话来 而秦宁心中只想着一句话 这未免也太太可怕了吧 此时隧道中传来了一阵凄厉的爆叫声 前面的人瞬间退后了几步 仿佛这隧道中有股不知名的 力量在传达 不欢迎任何人进去 秦宁马上在心中 讲了几句话后就喊说 别抖了 大家进去吧 一进到隧道 空气变得更浓了 反复时间也跟着停了下来 气氛只能说是非常的硬身 走着走着 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 秦宁总是觉得 好像有人在看着自己 就在此时 有人朝隧道顶照了张相 因为照相的那人觉得 有人在摸他的头 摸他的手啊 很冰冷 这时候前方再次传来一阵凄凉的猫叫声 那声音听起来真的好吃了 同时走在最前头的人叫了一声说 你看前面怎么会有亮光 难道有人在另一端 可是不太对劲 因为那些光怎么看都不太像手电筒的灯光 然后大家继续前进 最后那亮光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突然众人都觉得一阵凉风吹来 有个团人赶紧举起这个摄录机 想记录这一切 然而这时隧道中 传来了一个不寻常的回声 很低沉 感觉也很阴冷 一瞬间众人全都安静了下来 外头的雨滴声 大家的呼吸声跟风声 都可以听而一清二楚 一行人完全不敢坑半身 与此同时 秦明发现了不太对劲的地方 感觉好像有人在前方挡着去路 秦明马上向前方拍了张照 就在此时 远方好像传来了雨人的哭声 四镜还有一行人听到这阵声音 脸上的表情完全都不一样了 隧道中 秦明在有人背后向前拍了一张照 事后便发现这张照片上 有个非常清楚的鬼脸 此时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惊慌的表情 这时秦明马上说 不用走到底了 回头吧 正要回头时 走最后的团人向发疯般往出口冲出去 就当大家都为他这举动感到惊吓之时 他摔倒了 然后用手指着后方 说 后面刚有张好恐怖的脸啊 于是大家恶话不说 马上冲向前抓着他便说 快走 快走 此地不宜久留 然而就在大火冲到车旁时 有个团员停下来愣住了 所以其他人朝他的视线看过去 秦明也愣住了 因为大家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树林中 于是马上举起照相机把她拍下来 但是一场万灯好像影响到她 很快她就消失了 这时大家只知道冲上车 并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区 在返回关系的路上 刚才像发疯般冲出隧道的人这下才说 刚刚在隧道里要回头离开时 他感觉旁边有人在对他吹息 回头一看就有个脸贴得好近 对着他笑 那种笑他永远都忘不了 接着那人脸上的肉一块一块的掉下 还有不少的虫爬出来 这时秦明媚醒在想 哼 还好不是我看到 不然我也会被吓死 随后大家一回到关系 都乖乖的跑到神社去跑到了 有关事件的电影改编至日本同名百年 公认最阴盛凶险之地全民村 同时也纳入多个有关全民村神秘的都市传说 这让谣传百年灵异经济恐怖再现起来 电影全民村的故事取之于日本九州浮岗县 一条名为全民隧道的灵异隧道 传门相关隧道附近 曾经有一个名为全民村的百人村落 当时不少的村民死后 自己的亲友都会把持着埋葬在那个村子里 然而当年社会的发展洪流 日本政府决定在全民村内新建一座水罢 这导致所有的村民被迫离开这个村子 虽然村子里活着的人都离开了 但是那些已故的亡灵却从未离开过 自此埋在水底中的亡灵都成了水下亡魂 导致相关地方的灵异事件不断发生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寻观看这部电影哦 当然在日本还流传更多不为人知的暗回传说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好的 这期内容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幼稚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咯 要35分钟 所以如果每天上学来说是挺花时间成本的 如果塞车的话可能得一个小时才能到学校了 根据报导当时的欧瑞17岁 离高中毕业只剩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妈妈才没有打算让她转校 所以我个人猜测是不种可能是母女俩刚搬过去的 至于原因就不行